只有220伏怎样调试380伏的变频器呢 你看现在是报母线电压过低 我接的是220伏电 现在再看啊 220伏通过变压器 然后通过一个整流滤箔板 然后接到这个正负这个端子上 你看现在就不报过账了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这个操作调试 这个电路很简单 画个图看一下 这是个公平变压器 220伏输入 380伏输出 经过一个整流桥 这个黑色的就是整流桥 然后呢 过来滤波电容是两个400伏22伏的电容串联起来 串联的目的是提高耐压值 因为这个电压在500伏左右 这个400伏是不够的 所以说串联起来呢 它的耐压就是400乘以2 就是800伏了 然后这两个电阻是330K的 是均压电阻 就是这两个电阻 然后输出就是500伏左右的一个电压 这上显示电压451伏 咱们实际再测量一下 453 有的朋友说这个电压怎么不到500伏啊 因为我这里你看测量啊 它输出的不是380 340伏左右 所以说整流滤波完之后呢 就不到500伏 再看一下我这个变压器啊 我这个变压器当时没有买到合适的变压器 你看我买的是输入 0和1就是这两个端子 可以接220伏 然后0和2呢 你可以接380伏 输出呢 有6组输出 你看11是公共端 11和12是6伏 6伏12伏24伏36 110 220 就是11和5 就是这个5 这个输出就是220伏 我就是把输入和输出反过来接了 我这220伏 我接在这个你看 5和11 接的是咱们的试电220伏 然后输出这两根黑线 就是接的是0和2 0和2 那么它输出就是接近380伏 但是不到 咱们测量是不到380伏的 这样整流滤波完之后呢 就是400多伏 要是变频器 或者修变频器里边的开关电源 用这个电压就够用了 但是你买BRG的时候 可以直接买输入220伏 输出380伏的 现在我看网上有也很便宜 几十块钱就搞定了 那样整流滤波完就是500伏左右 这个变频器 能不能让它输出380伏呢 其实也可以的 只不过不安全 咱们看一下 这个图呢 是我刚开始画的 这个又加了上面这个 这个初次级 刚才说了 它是反着在接的 这输出呢 是不到380伏 怎样得到380伏呢 其实也简单 看这里 我把次级这个断开了 然后当初级 0和1端子之间 接入试电220伏的时候 0和2端子之间呢 自然它就是380伏了 这时候就相当于一个 自偶边压器 然后把这个380伏 就是0和2端子 这块的电压呢 接到整流桥的输入端 然后经过滤波 然后出来呢 就是500伏左右的电压 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因为自偶边压器 它是没有隔离作用的 咱们当初那种接法 虽然输出电压比较低 但是它是 初次级之间是隔离的 对我们人体来说更安全 咱们看一下 0和1接是220伏的试电 0和2呢 这两个黑线 就是380伏输出 接到这个整流板上 咱们测量一下 0和2 然后呢 看是多少伏 交流 368 怎么没有到380伏呢 是因为0和1 现在的试电啊 它没有到220伏 你看 215伏 然后咱们再测一下 整流 滤波丸是多少伏 直接测到这里 你看 现在就是500伏了 这种接法呢 仅限于 比如说咱们在室内 咱们想演示一下 变频器这个条参数 这个可以这样 应急给它供电 还有就是 变频器内部 比如说开关电源坏了 还用这个 给它供电 修内部的开关电源 这个是没问题的 假如你修好变频器之后 你想带电动机测量 那你必须得 接3向380伏啊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